那現在我們來看怎麼樣把 您做好的檔案做一個所謂的發布的動作 做一個發布的動作 你看喔我們剛 有錄了你就從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發布 按下去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幫你 把它 轉換到他的發布的頁面裡面來 好稍等一下其實這個呢就是我們 一開始有跟大家介紹的事實上 一開始定位就是希望說他也可以像YouTube一樣 他是一個頻道 而不是只有單純我提供錄影或開會的工具而已 所以你看進到這裡面來 你有沒有發現我進到這邊就是跟我們剛剛編輯很像 可是重點在這裡 當你在這裡看的時候 有沒有章節都幫你做好了 是不是都一樣 你今天要看哪一個章節就點到那邊就直接跳到很精準的 錄的那個 片段裡面去 所以呢他還可以往前 往後 那你的 影片的播放速度之類都可以調整 都跟YouTube一樣 那所以如果 你想要 把這個檔案分享出去 我們就是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Share分享 你就可以從這裡去取得你的專屬的網址 在這邊 那預設的話當然就是有這個連結的才會看得到 所以他不是那種直接就公開的 在這裡 你的連結還可以換 如果你真的發現有人 有人 就是不小心知道了就把他換一個 那全限制在上面 預設就是他們公開的 那如果你想要做限制也可以喔 但是前提就是 對方也要什麼 的帳號 你就可以把他限制住說 只有 我允許的 這個Email可以進來看 這樣子 好 所以像這樣子 然後就有了喔 那你可以坎入啊那些都有 當然 他也會幫你 像 YouTube一樣 有沒有發現可以幫你做統計 對不對 觀看的人數 然後有沒有人可以給你按讚的 都有 如果啦 你覺得真的還是不行 你就把他下載下來 我跟你講以前他不太情願提供這個連結 所以他藏在這裡 但是後來他也想開了 因為畢竟 很多人錄了 就是不會放這裡嘛 對不對 你這樣下載 他就是MP4 好看一下 有沒有就是MP4 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 下載下來囉 我先把他放到這邊好了 這樣 老師OK的嗎 事實上他最近更過分一點你知道嗎 你們如果自己有發佈了 麻煩你幫我看一下右下角 連字幕都把你弄好了 對啊 但是我必須講他的正確性 沒有很高 可是 他有改善 所謂的有改善是 以前 我 應該是今年年初還是去年底的時候 他的這個字幕是不能改的 也就是他自動幫你做 可是現在他也想開了 他知道 別人可能用AI 所以呢你看 我可以進來編輯字幕喔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這裡我講什麼 都跟網路聖經有 所以 好很顯然的一點都不對嘛 對不對 你可以直接改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真的是給我繁體中文的 繁體中文的 好沒關係 所以 如果呢 你 不滿意 你看 有沒有可以自己 去取得辨識之後再上傳上去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也很好 我還是可以利用他的資源 所以呢 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等一下我們來介紹大家 線上的語音辨識 反正最近大家都找AI幫幫忙嘛 對不對 我們上一段那個不是 軍醫的 那個老師也來分享 所以我們一樣 我們也找AI幫幫忙 好不好 好所以你先把這段完成 你先看一下 他的發佈的過程很單純 就是權限啊 然後你的設定 要不要照這個上面的 如果真的不要的 你就下載下來 再去找到你自己的 剪輯軟體 或者是那個 就是其他的 雲端服務 再去完成你的後續的動作 都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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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